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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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引用另一個例子 例如雲端計算 大家最近聽了很多 其實在20年前我已經接觸這件事 當時你說出來是雲 大家都可能一塊雲 等於現在他們在說元宇宙 我們很相信這件事是未來 等於靠計劃 現在應用在很多商業 甚至生活方面 所以元宇宙的 時間性 我想第一件事是取決於 硬件有多成熟 因為元宇宙可能 用一個很冠冕堂皇的名字 但也在說一些VR AR甚至MR 的一些 我們叫做技術 去怎樣可以把一些 內容 透過這些技術去發放 很多時候你們之前玩的VR遊戲 或者外面有很多不同的VR遊戲 可以去大家感受一下 我想都可以玩過 當那個硬件 所以我剛才說最重要 取決這個硬件 就像iPhone一出來 就是整個網絡網絡 基本上是destruct了整個 所有日常生活 等於當硬件成熟的時候 那你會問我什麼時候呢 我覺得我自己猜 我保守估計 保守家樂工具 應該是十年之內 有一個好的硬件出來 那件事就會 會是另一個大浪潮 虛擬銀行 虛擬銀行 我想這幾年 是講得很多 亦都有很多銀行 虛擬銀行 他們除了已經在做生意 除了拿牌之外 有些是正在做生意 所以這件事一定是趨勢 剛才提及到 元宇宙那件事 你有沒有想過 以後可能你帶著 硬件 就已經可以跟銀行職員去溝通 溝通是比較直接 就好像你在這個 置身於現場 所以我看到整個行業 怎樣透過一些 我們叫做無線的科技 怎樣去令到整件事 去呈現 原來這件事 是真的跟我們生活 很息息相關的 我想是虛擬銀行 他們現在 以我所知 他們提供很多不同的服務 將來也有一個 我們叫做 在User Experience 方面的大躍進 會透過一些新的技術 我也很期待 究竟將來的 Virtual Band 是否真是很Virtual 這個我自己本身 比較期待